这多少钱来的 I'm from China 这个是长头中的 这哪个搞鸡呢这是 Ok thank you thank you 嗨大家 我现在在打卡150个免签国家的第三站 然后今天是我到的第二天了 我在这边发现了挺多 其实是有挺多中国人的 因为这边已经成为了新的 感恩心身地 所以说我看到这么多中国人 我心里还是蛮处的 因为我特别难心 他们把我给抓起来 去腰子给杠了 然后这边满大街 都是温中烧市 服务店 还有就是 中国的美发沙楼 就超多中国人了 但是其实 这边更多的人呢 是 我估计有80%左右的是 印度人和 那个巴基斯坦人 还有黑人 就是基本上 这边满大街都是 身次人种 然后这边的饮食 我觉得还蛮适合我的 因为挺多都是 印度的葫芦料理 因为我还是 蛮喜欢吃 印度葫芦料理的 然后现在正好是中午了 我要去找一家 餐厅去吃个饭 可以看到 大街 其实 没有很多豪车 都是普通的车 就是我 到现在来这么久 其实看到最好的 最贵的车 也就是 G5版 但是 但是 我现在也 一直没有去迪拜冒王 迪拜冒王那天 我可以去看一下 到底是不是 真的有这么多豪车 然后 对面有一家 应该是印度餐 这个小胡子 一看就是 看到没有 咖喱饺 熟悉的味道 这边也有印度老熊 是这边吗 好像做外卖的 这边也有印度老熊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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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测试 这个是我的乳酱 这个是我的乳酱 是的 好的 这个是 好的 谢谢 看一下哦 说实话 我看得不太懂啊 这边就是迪拉姆了 就是迪拜的货币 然后大家可以乘以二就是人民币了 我一般会去点这种 这种 然后再配上这种饼 其实债格 会比印度高一些 但是没有想象这么高 可以吃这个吗 这个盖子 这个盖子 这个盖子盖子盖 一盖子盖子盖 一盖 列关 又是 盲餐 就是反正也不知道点得对不对 最后上来什么 去什么 投资工资 Wire 对 Northern 这是我买热 - and 我对我 classic 就是这个 不顾料理啊 看起來不錯,現在我們還要吃印度餐 很棒 Chef Best what? Narindar What's the name? Narindar OK,Thank you,Thank you so much 這邊在做料汁好像是求求料汁 Hello This is... What is it? What is the body bullet? I don't know what it is Oh,I guess I guess How much is this one? One piece One piece One piece Ten.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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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點貴哦 這個是潮流州的料理 這兩個搞機的就是好 OK,Thank you,Thank you 我的小姐姐去點那個 那個退球印度退球 這個 這個叫做多少錢來啊 而且 No no,Not so clear I'm from China China Not so clear OK 又是 把我看成了 呵呵呵 Where are you from India? Ten.50 A 中国还友好 这边的很多来自于 咱巴铁印度还有蒙加拉邦 这边的人过来工作 ok 我也不知道该说啥了 给你吃饭吧 我的火锅料理 大张气固在那里和着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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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nish sala right sala ok thank you 这边也会给sala哦 就相对于来说 基本上发现 sala都是黄瓜 洋葱 胡萝卜 and this one 哦 看起来很不错哦 就一张 ok we're good thank you 我装了你只有一张饼 但是两张饼是够我吃的了 看起来其实真的很不错了 先尝一下这个 我们吉克马沙拉 有点酸酸的 还好 反正我真的接受了 就是可能你们看的就是 观感不会太好 这边右手吃饭就是有点是包脚乱 吃饭 可能是之前吃了太久的中亚的烤肉 我已经快吃了不行了 突然回来到这边吃印度餐 oh my god 就感觉我吃到了中餐的感觉一样 虽然跟中餐差距差距很大了 鸡肉马上拉 小鲑鱼来看我 我也不好意思了 就是 昨天晚上睡觉起来 好像有点 喉咙有点不输 然后有点鼻塞 但是我甚至有点怀疑我是不是有痒过的 因为昨天是坐飞机过来 那我肯定没有戴口罩了 但是到现在为止 好像没有发烧的迹象 应该没有吧 不行 不然先去测一下 一定得用手才正宗 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饼 感觉有沙子似的 吃起了沙沙的口感 给你看一下 那我还觉得挺好吃的 就是有那种沙沙的口感 那 接下来我再在里面去看一下 当地 迪拜的消费到底是怎么样的 因为很多人都觉得迪拜是 边地是黄金 但是 就 亲自过来 或者亲眼见为食了 所以说接下来我会去 本地大学去看一下 或者说去超市去看一下 当地的消费到底怎么样 那如果你们觉得 我分享的旅行故事 你会比较喜欢的话 也可以点关注 或者说 你觉得我吃的这 平时吃的这些东西 你也蛮喜欢的 也可以点个赞哦 那我们 下期再见